另外也可以复习一下那个单元03的部分 就是说你可以把我们刚刚这些资料 2499 笔这资料全部A到L 栏 假设可以全部把它丢到 SS 资料库 我们 Insert into 2500 笔 丢进去之后 如果你要把资料查回来的话 不是说只能用我们刚刚的筛选 其实资料库里面也可以用 SQL 语法 叫 Select 后面加一个星号 Select 所有 From 哪个 Table 比如这个 Table 这个 Table 问题05 然后后面的话你就加一个 Whale Whale 哪个栏位 后面加一个 Like 的叙述 用 Like 然后一样可以用刚刚那个万用资源 前后要加双引号 前后加星号 那也一样可以把那个资料给抓回来 那抓回来的话也像什么 用那个方法叫什么Copy from Rigor Set 一样可以把资料抓回来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其实不是说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只是说因为如果你用资料库的话有个缺点 就是说你变成要多一个东西 那 Excel 的话就是本来就在这里的 OK 那另外资料库就是如果你跟多人共用 比如说你整个部门或整个公司 大家都要固定查某些东西的话 那如果你给人家 Excel 档案 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一份档案 对不对 那如果资料假设有更新 那怎么办 你需要叫他再重新更新一些东西 那很麻烦 那如果你把资料是放在资料库的话 那以后的话大家就去那个资料库查就好 只向某一台电脑的位置就OK了 所以当然这个部分不是说单一种方式 而是说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你也可以把资料倒到资料库 再从资料库捞回来 这个也许你们也可以再把前面的部分 做一个练习有没有 就问题 02 单元 03 里面的这些东西 常常也是上个礼拜才讲到 所以也许可以再练习看看 其实有些地方程式 也就是稍微再把它就是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这一题 筛选业务里面 我们要防呆 那总共有三种防呆 我在云端上有提到 三个可能遇到的问题 在我们的问题 这个单元 05 里面的第四页 第一个呢 如果工作表名称已经存在 那他会发生错误 那怎么办 这里的话呢 我又想了一个方法 就我刚刚讲的 如果他会再输入一样的名称 那表示说他应该是希望把旧的删掉 然后再产生一个新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该怎么做 比较简单 接下来的话呢 就防呆一 OK 那防呆一里面的话 我先把这个程式 把它Ctrl C 一下 其实并不复杂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自己再试着打打看 那放的位置在放哪里呢 记得 好 这 改一下 让我同学问那个Vis 的写法 好 那防呆的部分 防呆一 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当他输入那个资料之后的下方 那我就多一个防呆一 那这个防呆一 主要的目的就是 防止那个查询的名称已经存在 而产生的错误 比如说我查 查老王 如果在查 当然错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就先跑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是做什么用途呢 for i 等于第二个工作表 到最后一个工作表 做什么呢 如果那个 if 判断一下 如果 x 的这个名称 假设比如说他输入是老王 等于什么呢 等于里面的这个序词的名称的话 比如说我从 2 开始 那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这个 2 2 的话呢会取得哪一个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的话 比如说这边有个王 比如说我 假设又输入王的话 那比较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名称是一样的 如果王等于王 假设这个动这个事情发生的话 那我要做什么 那我就把那个工作表给删除掉 OK 那上下一样是那个 dispress alone 那特别注意哦 底下会多一个叙述啦 这个叙述啊 当然如果你不加的话 程式 跑应该结果会是一样的 差别只是说 效率会比较快一点点 那快不多啦 is this fall 意思说 如果已经删掉那一个 因为不可能有第二个啦 那你回圈还不然再跑 那不要啦 OK 不要浪费时间了 is this fall 意思说 已经找到了 不用再往下找 OK 那如果你不加的话 他变成说他一直往下比 当然只是白做工而已啦 可是因为现在电脑都太快了 OK 所以有的时候呢 你不加当然也感觉不太出来 好那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加了这个房呆之后 刚刚的那个问题会不会改变 按F8 输入王 OK 这个名称已经存在 所以他怎么样呢 第一个他会先什么 for i 等于2 所以序责2里面的名称呢 那这个就是王 那王跟王一样 所以这个里面会不会是处呢 他没显示 OK 会不会 会 他跳进去了 所以呢 他就帮我把什么 王这个工作表给删掉了 有没有发现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就意思说 张后面的工作表不用再查了 因为已经找到了 OK 接下来的话呢 底下都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哦 我只是把刚刚这个叙述 加进来 那底下的话 其实就是再重新再帮我怎么样 再去查一遍 所以再新增一个工作 还叫王 然后重新把 那个 关键字有王的资料呢 查到之后抠过来 然后调整栏宽 游标切回去 再怎么样呢 再取消筛选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OK 所以第一步的话呢 就是什么 如果里面有 假设我在查张好了 他有 然后就把 其实所以你会发现 旧的会被删掉 然后新的会放在后面 有没有 张就放后面了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变化 但实际上那个位置好像 会放在后面 OK 所以第一个 如果我们今天呢 假如他里面已经存在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可以先把旧的先比对一下 关键在这里 灰圈里面 跑一个比对 如果输入的名称 跟工作表上面的名称一样的话 那就把那个工作表名称给删除掉 再重新建一个新的 这是防呆一 那防呆二的话 其实比较单纯 防呆二是什么 也应该长期遇到 就是有的 有的用者很奇怪 明明你要查什么 你就什么都没有输入 你就按确定 那你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就造成什么 这个地方出错了 所以哦 第二个 如果没有输入资料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 连跑都不用跑 所以哦 不过我觉得应该防呆一 应该要先判断这个 好像才比较OK 没关系 那应该放哪里呢 基本上 其实一样可以放在这里 那这个防呆要怎么防 首先的话 当然先判断什么 其实就比较简单一点点 这个防呆的话 如果它里面是空的 那就怎么样呢 跳出一个讯息 跟他讲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呢 防呆二就是这个 如果无填写的话 那我把它 其实理论上放这边 放上面应该都OK 不过 我是觉得比较合理 应该放 想想 应该放这边 好像会比较合理一些些 那 我们来看一下 叫做 if x 等于空的 意思说它里面没有填资料的话 然后的话 我跳一个 请务必输入资料 接下来后面 这个叙述很重要哦 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呢 它还是继续往下跑 挡不掉 所以 也就是sub的意思说呢 它会直接把这个程式跳到最后面 跳到哪里呢 跳到end sub这里 就离开了 什么事都没做哦 这个一定要加哦 来试一下 执行 没填 对不对 按确定 请务必输入资料 什么事都没发生 有没有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可是之前就有同学会 问一个问题说 老师 可是这样子好像不是很 很友善 为什么 应该是说这样 因为你要按确定之后的话 然后呢 请务必输入资料 然后就结束了 感觉好像 看少了什么东西 对不对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哦 它如果没有输入的话 应该怎么样呢 按确定之后 让它怎么样 让它再跳回来就好 有没有 就是请务必输入资料 然后又跳回来 好像这样会比较OK一点点 对哦 比较合乎那个使用者的那个逻辑 所以如果按确定的话呢 应该如果假设我希望呢 不要让它一日for 而是怎么样 让它跳回去刚刚哪个地方 跳回去上面这里的话 特别注意哦 这边的话呢 顺便教各位一个方法 让 我们如果用 用VVA的程式 可以转弯 可以跳回去 那要怎么样可以跳回去哦 有个简单的方法 我们如果不用 一日sup 的话 可以写一个什么 go to 它有个叙述叫go to 通一格 后面的话呢 你就给它什么呢 给它一个名称 名称叫什么 叫RE好了 这个RE是一般叫做标签 哪个标签 这个RE目前不存在 所以呢 如果我要在哪个地方 让它跳回去的话 请退去哦 你可以在这边加个RE 差别在这边加个Mod 诶 go to 有没有 那它就怎么样 它就会自动呢 跳到这里来 那这里就是这一行 有没有 OK 也就是说呢 它会一直不断在这个地方循环就对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呢 没有填任何东西的话 很抱歉哦 就离不开了 OK 所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没有输入就会按确定 请务必输入资料 又过来了 然后如果按确定呢 请务必输入资料 又回来了 就鬼打墙就对了 OK 那意思是说 你一定要给我输入啦 你不输入 我不可以离开就对了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吧 所以这边一定要给它输入 再给它输入一个王 这样的话就会 所以这个地方有两个方法 一就是用ADITSUB 二的话我觉得这个方法 也是一个解法 不过这种写法请务必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种写法很容易造成城市跑不出 就是它会一直卡在这个地方 好OK 这个可能要小心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刚刚有两种的房呆 要特别的小心 第一个是如果那个工作表名称已经存在 那你务必什么 检查出来 把它删掉 重新再生加一个新的结果 二的话 如果它没填资料的话 那你就怎么样 让它不断在那个里面不断勾吐 勾吐空一个R1 然后在你要跳回去的地方 R1冒号 OK 试一下 像这种勾吐的叙述 目前很多的新的语言都没有了 因为可能担心说 这种叙述方法很容易让城市跑不出来 很容易就卡住了 所以像Python 像C Sharp Java 里面就没有勾吐了 我想主要原因也在这里 但是其实有时候还蛮好用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有时候 这个地方不对 你就跳到哪里 不对就跳到哪里 可以让城市不断在城市之间不断的 就是可以 倒回去 再重做一遍 OK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你就会有点麻烦 你可能要叙述就不是那么单纯 OK 请各位试试看 两种防呆 最后一种是说 如果它查了 结果查不到资料 那理论上没有资料 你就不应该 帮它建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这地方怎么 确定说里面是空的 我想要做什么 想要做什么 酷 车 你有 我